劉佳玄 佳玄 為什麼 妹妹 这么好的姻缘我都让给了你 你要好好感谢我 夏简熙 你不是最爱冷家轩的吗 为什么要我嫁 你要嫁的是冷二少 冷知行 记住 明天开始不用去学校了 不要枉费我们养你这个孤儿这么多年 忘了告诉你 冷家二少是个瘸子 不能人道 好像脾气也不太好 之后就要麻烦妹妹 好好照顾她了 爸 你真的要我嫁给冷家二少吗 淼淼啊 现在夏氏遇到了困难 只有你嫁出去 夏氏才有救啊 哎呀 不哭了不哭了 咱不嫁了 夏氏啊 就让她倒闭好了 现在就和冷家讲清楚 我们不嫁了 走 爸 淼淼啊 千万不能让那冷二少 看出你是替假过去的 否则我们下试 走啊 你给我快点 哟 学子没来接亲啊 看来冷家也是丢不起这个人呢 以后你借家先淼淼吧 这里就是你的新家 爸爸 这就当是我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 二少就在卧室 人呢 他就是冷智行 冷家训 不要让你一无所有 包括你现在的女人 夏锦西 谁让你进来的 滚出去 过来 难道你想让整个夏氏为你陪葬吗 最后男人 不是你信手拈来的吗 为了爸爸 我一定要人 要好好照顾他 这么几个可怕呀 你难道不知道 你难道不知道价格 要做好守一辈子活寡的准备吗 不是的 我只是想 我说 好 我 夏锦西 守家轩不是很爱 你以为我为什么要去 从今天起 你就睡那儿 我不能让他知道我是提价的 为什么那个残废可以抢走我的女人 爷爷 你太不公平了 我好后悔啊 后悔当年没有把他给撞死 我让你们都付出代价 夏锦 为了瞒住你爷爷 再等等 过段时间我就去找你 二哥 你都这样了 还利用爷爷跟我抢女人啊 我们之间要算的账 真是越来越多了 怎么 是不是后悔 六年前没能把我出去 没有证据的话 谁都可以说 你也不要再得意了 你娶的锦西又如何 这个女人从十八岁的跟着你 她的一切都是我的 看着我的女人 自己却也无能为力 心仰吧 说到这儿 真的特别感谢三弟 把他调教得这么好 你看他现在不光把我身体 照顾得这么好 嗨 嗨 嗨 二少 你回来了 装什么装 没想到我娶了一个情感经历 这么丰富的女人 是八岁 二少 我没有 别叫我 回去 本来就是个怪人 我为什么要哭呢 我现在能去哪 别躺 站住 人呐 闻开 追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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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不好意思 如果有受伤的话 可以去公司找我左佩 他就是传说中 身居简出的莫斯年 为什么我觉得他 有点神似能之心 只是 他的腿 陈叔 接夫人回家 老大 你可算回来了 怎么不等我一起去调查冷家圈啊 给 地豪集团的财务报表 这六年替我掌管地豪集团 辛苦你了 哦对了 老大 小嫂子现在跟冷家圈在酒吧玩呢 你说什么 真的 不信你看 我都录下来了 你说那个残废要是知道 自己娶了个 冒牌货 会不会被气死 我是你的女人 怎么会甘心嫁给那个残废呢 还是我的锦西丛 帮我都蒙鼓励了 冷知行 你也有惊铁 去查 跟我结婚的女人是谁 你在笑 你竟然笑了 快去吧 哦好的 夫人 请 谢谢陈叔 喂老大 查到了 下过来的是夏家养女夏淼淼 资料我给你发过去了 你看一下 好 我知道了 江城中医学院延二 夏淼淼 今晚你就睡那 时间不早了 早点睡吧 怎么突然这么好心 هي ? 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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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觉得失眠比较严重 以后会帮你多调一调一 昨晚应该是药包发回了功效 以后多备几个 今天爷爷生日 我们去一趟老寨 我一定要去嘛 你就是锦西呀 老二今年都三十了 总算成家了 过来过来 让爷爷看看你 锦西呀 锦西呀 你跟我来 这是我们冷家的百分之五的古全书 我们冷家媳妇都有的 你签了吧 爷爷对不起我骗了你 我不是夏锦西 我是夏家的养女 我叫夏淼淼 龙道 我看你叫不像 回音大师怎么能这样而戏呀 爷爷 你不要生气 爷爷 祝您生日快乐 谁干的这事啊 骗婚都骗到我们头上来了 都怪他 这个维尔郎 好心收养他 他竟然为了嫁进冷家 迷晕了我们 还占了锦西的位置 我没有 爸 智行你要相信我 女婿啊 我们不是故意替假的 都怪这个死丫头 把我们害惨了 谁是你们女婿 你以为谁都和你们一样 不分好歹的吗 爷爷 看这个视频 还是我的锦西聪明 帮我都很孤立了 我是你的女人 怎么会甘心嫁给那个残废呢 畜生 你怎么干出这样的事情出来了 爷爷 夏淼淼已经嫁过去了 山明已经煮成熟饭了 再说这二十八年来 你一直屁下冷知心 你还念我怎么样 董事长 董事长 爷爷 快点就胡车 爷爷情况看着不妙 我先处理一下 你要干什么 等等 邓智行 你这这样把爷爷 交给一个小丫头 这可不关我们夏家的事啊 如果你把冷老爷子 依死了 可千万别说自己是夏家人 我知道你学习成绩好 但是你年龄还小 千万别逞能 别再整出什么事来 都给我灭 出了什么事我负责 明明 我相信你 刚刚刚是谁做的急救措施 小姑娘 你处理得非常好 老爷子没有生命危险 你判断精准 以后前途无量了 虾猫碰上死耗子罢了 谁是虾猫 谁是死耗子 出去 爷爷你不要激动 我出去就是了 爷爷 你包庇他 你包庇他你也出去 好了 这是不谈了 只行啊 你们大哥走得早 冷氏的未来就靠你和劳三了 只要你们俩 谁能与地豪大争合作 谁就出任冷氏总裁 这也希望你啊 不会让我失望呢 我知道了 他们那个总裁莫斯年 那个人神神秘秘的 好像毁国荣 毁国荣好整天戴着面具 我也没见过这个人 下面有个CEO落天 你可以联系联系 爷爷你就放心养病吧 第好集团的事情 就交给我了 嗯 淼淼 我送你回学校完成学业吧 谢谢你 志行 淼淼 学校有事给我打电话 知道了 志行 那我先进去了 淼淼 淼 淼淼 你去哪里了 宇航师兄 我们俩是不可能的 淼淼 我会等你 等你愿意 可是我已经结婚了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嫁的是冷家二少 你嫁给我表哥了 冷知行是你表哥 我带你走 我不能让你浪费自己的大好青春 我们远走高飞 你别闹了 我喜欢的是他 不是你 夏淼淼 您要点脸 我一回来就缠着我的宇航师兄 你走开 我 淼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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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交给我 我来帮你 不用 我自己来就行 走 你干什么 就算你是我表哥 我也不能看着淼淼 给你守一辈子活寡 想加入冷室医疗项目组 用不着这么麻烦 不用你管 我会凭着自己的本事 加入项目组 宇航师兄 剩下的 我自己会完成 不就是外吻吗 我在国外这么多年 能比谈林宇航差 那你去睡觉吧 什么鬼 老大 这是冷家宣 关于地豪合作 开发的项目书 你看看 除了我没来得及 改个数值 和我做的一模一样 把项目让给冷家宣 啊 为什么 我们将计就计 恭喜 冷氏集团 冷家宣 获得此次地块的 联合开发权 淼淼 晚上收拾一下 明天陪我出差 嗯 好 混账通信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窃取了执行的方案 才赢得了这次与地豪的合作 所以公平期间 这次比试作废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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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是我先拿下地豪机分的项目 为什么你还要配家冷智行 喂 明天天两个之行会去出差 我 我来队他们 我们先上车 辛苦我来得及时 不然 你就准备这样护着小祖子 这 智行 没事吧 智行 你怎么样了 智行 快去医院 医生 他怎么样了 他没事 应该是床伤后应急障碍症 导致的昏迷 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就好 智行 你醒了 我在呢 淼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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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爸总乘帮鱼塘送豪车 你都送菜人子 那你喜欢吗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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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你干嘛 混蛋东西 气死我了 你二哥是你派人洗漆的吧 我真的没想到 你竟然这么狠毒 你这个混账 爷爷 我都说了 二哥被谋杀那事 真不是我做的 我只是因为 锦西跟他动过手 爷爷 我可是一直老记您说的 兄弟和睦的 你当我是老眼昏花呀 我看他清清楚楚 我说 一后 这一期 我都不要你管 滚啊 滚了 你给我滚 给我滚的 你 你 一后 我都不要你管 一 都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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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死 总该让我一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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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爷爷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没有你 我们冷是该怎么办的 闭嘴 不要说八道 二哥 医生 我爷爷怎么样 老爷子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但具体什么时候醒来 那就要看他的造化了 这是老爷子亲属的遗嘱 一旦他老人家发生什么无测 这份遗嘱 立即生气了 为了爷爷要的兄弟和睦 我忍你忍到今天 既然天堂有路你不走 就不要管不客气 喂 你说什么 那块地有问题 那块地要迁移两个村的祖坟 我管他谁的祖坟 要是不移走 给我直接挖 知行 知行 你终于回来了 发生什么事了吗 上次那块地 是不是高家村那块地啊 我妈妈的目的就在那 那个冷家村 居然丧心病狂 都要挖人祖坟 你怎么知道的 我爸爸刚打电话过来 让我一起想办法 淼淼你不要着急 我带你去实地看看 好 我也想去祭拜一下我妈妈 你妈妈一定很漂亮吧 我妈妈很美 但是她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给你看她的照片 这也是她唯一一次 来看我师拍的照片 直到六年前 她在一起车祸中去世了 陈树 为什么 他们为什么要放一个有精神病的人出来开车 霍他人 霍他人 智行 你怎么了智行 下车 停车 下车 我 派人去把妹妹送回学校 好的 露天 高家村这个项目 准备毁约 老大 为啥呀 现在毁约是要赔付双倍违约金的 而且你当时不是说 这个项目就是为了给冷家宣下套吗 第一块有群将的风险 而且我不能再让他动描描母亲 真的要这么做啊 照办 解释 scores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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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 是你的母亲撞死了我的脑脑 我们之前已经不可能了 可是我怕一天对你的生命 我就会忍不住想和你在一起 淼淼 淼淼 听说永之行要和你离婚 我去帮你教训下去那个混蛋 算了 不要因为我伤了你们兄弟之间的和亲 我这表哥 自从父母刷王又瘸腿后 脾气又变得非常古怪 每天板着一张脸 可是老爷子就是喜欢他 爷爷那是心疼的 要不是那个精神病院把病人放出来 发病撞死阿州和阿州母 表哥他也不至于这样 你说冷知行的爸妈 是被一个精神病人撞死的 对啊 江城精神病院的一个风女 你说冷知行的爸妈 是被一个精神病人撞死的 对啊 江城精神病院的一个风女 下车 给车 你要去找我爸问清楚 宇航师兄 我有事先走了 淼淼 那快递你大赚了一笔 你打算独吞了 如果没有我没有淼淼 那冷知行能失手 那莫四年能心甘情愿的违约 放开我 淼淼来救我 拿着这个U盘 你知道咱们走了吧 你在干什么 我借用一下你电脑 找些微信 这么说来 你女儿可真值钱啊 不过 你也不缺那点钱吧 这么多年来 你在下市慈善基金会 捞的那些钱 可一分都没分给我呀 你不要胡说八道啊 六年前高晓岚的车祸案 你也脱不了干系吧 还有你在慈善基金会的那些事 在我这儿 可都是清清楚楚的 要不要 你到底想干什么 用你那些钱 帮我拿下冷事集团董事长的位置 到时候 你就是我岳父 俗话说得好 肥水 不留外人田吗 不 这不是真的 妈妈 原来是你和文家学 蛇气害死了我妈 从头到尾 你都是在利用我 这行 原来你是因为我妈妈 撞死了你父母 你才跟我分手 是我对不起你 我知道我们不可能了 但是我一定会为你查清楚 六年前的真相 让他们 我注意已有的代价 莫思念 我们再见一面吗 苗明 莫总 我想请你帮个忙 你知道的 我从来都没有办法拒绝 我想要下市集团总经理的位置 我可以帮你拿下 整个下市集团 怎么样 好 成交 合作愉快 苗苗回来了 来来来 坐 爸 真好 马上开饭了 人家现在可是莫思念面前的红人呢 哪里看得上我们下家的饭菜 苗苗啊 不是阿姨说你 虽然你的丈夫不能行夫妻之事 但好歹冷家也是明白 你现在明目张胆地和莫思念纠缠在一起 就算不顾计下家也要顾计下冷家的面子 他都快被冷知行给休了 你们不知道啊 是不是真的 苗苗 你们希望是真的 还是假的 哎呀 爸爸当然希望你和知行能白留学老 夫妻和莫啊 妹妹真是可怜啊 嫁了个学子 又摊上个毁容的莫思宁 姐姐我都替你难过 有钱又怎么样呢 呃 菜啊 你妈也准备好了 啊 我们去吃饭啊 哎呀 其实苗苗啊 和那个莫思念搞好合作关系 对我们下家 那也是有利的 好 走 吃饭 哎呀 这次还是不错呀 苗苗吃 多吃点 你也吃 对了吧 当年我妈为什么呼哄 呃 我不知道啊 她 她当年从那个 丰容院出去之后啊 开车 她撞了一个人 那你把我接近下家时 你有去看望过她吗 我没有 但是我每年都安排人去那个丰容院 给她酒费的 还安排专人 去照顾她 你后来都没有去见过她吗 没有 苗苗 你 今天是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前段时间回高家村看望过她 无意间想起来的 我马上就要毕业了 我想回下市工作 你觉得怎么样 我想回下市工作 你觉得怎么样 不行 你刚毕业 回下市能做什么呀 这可不是开玩笑 苗苗完全可以从最底层开始做起 看我到时候不整死你 我记得我当时嫁入冷家时 冷家为了挽救下市的经济危机 收购了下市15%的股份 现在我想要下市的总经理位置 你们觉得怎么样 不可能 她一个姚女凭什么管理下市啊 爸 总经理的位置只能是我的 郑南 锦西将来才是冷逝真正的董事长夫人 闭嘴 夏淼淼 你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 你能有什么本事 有没有本事 不是你说了算 好了 别吵了 最近那个国际高舍品牌 HE 我们下市 一定要把这个品牌联名 给拿下 爸爸这手心啊 手背 都是肉 咱们呢 用实力说话 怎么样 好 不自量力 HE可是冷逝的盟友 你都快被冷知型给修了 什么 HE的亚太总代理 算是给你拍手 收进你的抽签了 我不稀罕 亚太总代理 你听说了吗 冷逝医疗基金会的冷知型会来校友会 你进入肖默组的同学颁奖吗 只行 我知道我没有脸要这份分手费 但是看在过去的情分上 请你再帮我一次 宇航哥哥 宇航哥哥 我给你发了那么多信息 你怎么都不回啊 你是不是还喜欢夏淼淼 这不关你的事 陆思雨 我希望你不要浪费时间在我身上了 我 夏淼淼 这么久不回学校 一回来就进了冷室医疗的研发项目组 群态关系果然用得好 宇航师兄 我先去个卫生间 淼淼进项目组不需要群态关系 请你不要造谣 宇航 夏淼淼 都怪你 夏淼淼 我警告你 林宇航师兄远一点 自己都和野男人结婚了 还来勾搭宇航师兄 你凭什么 你 你 凭什么我不知道 但有一点我非常清楚 不管我有没有结婚 林宇航他都不会爱你 还有我也警告你 不要到处野男人野男人的乱咬人 否则你会死人才 你站住 夏淼淼 你 你自己不知廉耻的和野男人在一起了 还想高攀 林宇航 那可是冷适的表少爷 宇航妈妈要是知道你和男人结婚了 还和他儿子不亲无处 你觉得他会放过你 我怎么想 小小 你 老大 今天夏小姐和林宇航 去参加学校校友会了 只是这选择的地点 是在渡家的渡家村 那个杜思宇呢 就是渡家的千金大小姐 思宇啊 难怪你说林师哥才能跟你们当部队呢 是啊 他夏淼淼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一直霸占着林师哥 想想就起 以后呀 咱们就是好姐妹好闺蜜了 来 苗苗 老师说一会儿让你作为代表 跟冷室医疗的负责人 共同为项目组揭幕 你跟我来准备一下 行 好 让你 这个是酒店厨房专用的 你就在里面好好凉快凉快 杜思宇 给我开门杜思宇 走 杜思宇你开门 他不是去后台找你的吗 谁倒是是渡家的产业吗 我 喂 洛田 去找监控 老大 人在兵室 记得戴上面具 你腿痊愈的真相还不能暴露 老大 不好意思 这位先生 已经没有房间了 快点 大小姐说过 不能让这个女孩进酒店 姑奶奶我求你了 快点拿封卡 你再迟一步 别说大小姐了 整个度假的外套 老大 不要放他们进去 洛田 谁在这陈营你了 你知道该怎么做吗 你放心吧 谁让你们放他进去的 我跟你说你听不见吗 大小姐 刚才见识的可是地豪集团的莫族 不是我们能讨论得起的 我管的是名号地豪的 在我这儿就得听我的 大小姐 你给我让开 你站住 让开 爸 爸 混账东西 这书白念了 骆总 实在不好意思 是我将图方 会是我一定好好管账他 您大人大量 哦 是杜总啊 咱地豪集团 不是谁都可以 起入得起的 你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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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爸 杜市长 杜市长 妈妈 他走 喂 我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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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送她 我送她 我送到她 你送她 我送她 你送她 爸爸撞死了你父母 这次你又救了我 你离开我是对的 不 我离不开你了 我走不到 那只行 我们之间已经不可能了 不 我走不到 每次听说你和林月航同情同处 我快嫉妒的发疯了 你说什么 林月 我不管你是谁的女儿 过去的恩怨已经过去了 你已经是我冷知心的女人 什么 我知道你来找我 是来拿H1合同的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知道冷家宣和夏景夕 也在找H1的负责人 知心 你的腿明明为事 为什么装全 你们对不起 我这都是为了麻痹冷家宣 我都知道了 所以我想要进夏世 当上总经理 查清楚真相 解开他那伪善的面孔 只要你想做的 我都会帮你 谢谢你知心 冷总 夏总好 我们总裁说他晚点到 请二位在这边等候一下 看来妹妹未来H1品牌 真是煞费苦心呢 穿着一身高仿的H1 倒是也挺人模狗样的 高仿 姐姐怕是眼神不太好吧 我可是夏世时尚集团的CEO 怎么会不了解H1 她的每一个款式 我都了如指掌 你这款 全球限量设计师款 据说H1首席设计师维德 并没有安排生产 而是纯手工制作了一件 不要告诉我 维德把衣服送给了你 没错 维德送的就是我 为了苗苗 一件衣服算得了什么 锦西 你跟二哥生什么气啊 他就是一瘸子 只会用这种手段 哄哄女人开心 一会儿我们拿下H1 到时候你要多少 就有多少 你说得对 我们去会议室准备吧 我们走吧 大家好 我是H1品牌全球首席设计师维德 今天 欢迎大家来到H1亚太区品牌联名提案会 大家都知道 冷饰集团和H1品牌关系非常密切 既然爷爷把冷饰集团交给我 H1品牌也自然会卖爷爷这个面子 你又何必自讨没趣 不过今天也特别荣幸 能代表H1集团 来见证亚太区总裁的上任一事 说到上任新总裁呀 是谁呀 看来会有新总裁 连明方是谁 接下来有请亚太区H1品牌的总裁 不可能 你 各位 这是总部的任命机 大家可以看清楚 夏氏集团的赛事 如果你不是来提案 如果你是来谈合作的 请你坐下 这里是H1 不是夏氏 冷知心 咱们走着瞧 把她的东西给我扔 走吧 你们在干什么 我 谁让你们动我东西的 还有你 给我滚出去 把她给我拉出去 姐姐 愿赌服输你不懂吗 不服 去找爸爸 好 你这 爸 夏美美她凭什么占我的位置 再多说一句 你给我滚出夏氏 好了 毕竟叫她一声姐姐 也不能做得太绝 苗苗啊 你可真是爸爸的好女儿啊 H1啊 真的被你拿下了 那你为了夏氏 可是立了大功啊 其实啊 爸爸一直在盼望着你 早日进入夏氏 是吗 那为什么从没听你说过 爸爸是尊重你的选择 你不是一直在研究中医吗 要不是知道你的虚拟和新兴作态 我差点就信你 哦 对了苗苗 过两天啊 爸爸打算 举办夏氏的慈善晚夜 到时候啊 带着知行 一块过来 还有莫总裁那边啊 就由你 亲自出面 代表我们夏氏 去邀请一下 啊 好 嗯 我不管 你要拿回H1 那个是我最喜欢的品牌 你不是冷室的总裁吗 别闹了 老头子还没死呢 啊 拿回董事长的位置 才算真正的老实觉 想要拿到H1 需要很大一笔钱 这事还得靠我们一起联手 你爸爸有一笔很特殊的资金 你想办法查一查 我们只要拿到一点点 明天咱们就可以拿下H1 特殊的资金 我好像知道 我的锦细你真棒 我还能拿到H1 我还能拿到H1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行 原上高了 这里有一笔款 每年都会汇到这个叫刘晓珊的私人账户 而且金屋都不小 时间也就从六年前开始的 洛田 查一下这个账户 查了这么久 总算有些眉目了 夫人 行 老大 刘晓珊找到了 我今天要去出差 你一个人可以吗 没有 你一个人可以吗 我今天要去出差 那你要早一定回来 什么 查清楚 是谁查了刘晓珊 一样的时候 灭口 有人 不要怪我故意 你这是带着我去追 还是让他给跑了 夏总 不好了 公司旗下的多家美容会所 发生了严重的过敏问题 有的甚至到了毁容的地步 您看一下 现在有好多客户 举报我们使用劣质产品 去查清楚问题出在哪 不计一切代价 该安抚的安抚 该配偿的配偿 去吧 好的 我马上去 等等 我和你一起去 夏淼淼 你也有今天 通知各大媒体 我希望明天看到的风向标示 夏淼淼因业务不经管理失职制人 毁容 要求罢免她的总经理职务 您好 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静 稍后再拨 江海市夏氏集团新任主裁夏淼淼 业务不经 导致管理严重失职 使用电池产品 造成严重后果 夏氏集团会如何处理此事件 让我们拭目以待 晚安 咱老大 是不是夏淼淼出事了 我们现在立刻回家来 老大 你看外面天气 都花台风呢 咋回家 航班也得 开车回去 可是 我开车回去 得 你不能开车 我来 把成分表找出来给我 终于找到原因了 你冷静一点 先把他放下 先把他放下 你冷静一点 先把他放下 他怎么进来了 快点 这位先生 你是老板吗 我 是 我女儿花这么多钱 在你们这做美容 我再没让她变美 还有联制产品让她混容 她二十岁 那她以后怎么嫁人 这是介绍 我让你们确认欣赏 跑跑一个女孩 因为她变成 要我说 她这种人 该死 这位先生 你冷静一下 我已经查清楚了事情的真心 问题出在 我们的产品被人一次冲好吊包 而吊包的 就是冷氏集团 这位小姐 就是冷氏集团的总裁夫人 她利用了你 真的 你想想 她是不是挑唆你来我们这边闹事 是我们这边的产品有问题 是你 是你 不是我不是我 你不要相信她 她是不是还告诉你 她就是冷氏集团的总裁夫人 冷氏医疗有办法治好的女儿 我是冷氏集团的总裁夫人 冷氏拥有世界上最顶级的医疗设备 不怕治不好你女儿 你真的是 冷氏集团的总裁夫人啊 当然 你放心的去 到时我会把安保人员调走 我不是总裁夫人 她是 她是 冷氏集团每天都来接她 我目环你来 谁 我没有出来赴主人 我目环去死 我先冷知情 我可以赴主 知行 你受伤了 我没事 我们赶紧去爆炸致血 流了好多血 为什么要这么拼命 不知道我会担心吗 我没事 不要担心我 幸好我及时赶回来 妹妹 你怎么知道原料有问题 我是冷湿集团研发组的成员啊 冷湿医疗的美容产品 主打的健康纯天然 是我们一向倡导的 但是这个产品的防腐机严重超标 甚至可以说是有毒 没想到冷家萱为了利益 不择手段到如此地步 绝不能让冷家萱 暂性不一之事 我们要加快速度了 您怎么样了 罗天 我带你去医院 您怎么来了 莫总怕你有危险 让我过来看看 那我们就走吧 好 谢谢医生 美妙 你等我一下 好 爷爷 我来看你了 这次董事会该选 我一定会守护好冷湿的 你 你 高晓岚 你是我妈妈 王院长 不不不 我不是 王院长 我们找个地方聊一聊 淼淼 她是当时你妈妈精神病院的院长 我想很多事情就快真心大门了 王院长 关于六年前高晓岚车祸一事 你还记得吗 我不太记得了 是吗 一个精神病人从你手底下跑出去 还开车撞死了人 你当真一点印象都没有 那我帮你回忆回忆 你的银行账户里 在车祸发生之后 为什么突然从国外银行 打建了一大笔资金 想起来没有王院长 我想起来了 十四年前 高晓岚刚进精神病院时 其实精神没有任何异常 放我出去 我没必要放我出去 后来被关得过 整个人开始精神不振 出现 啊 对了 有一回 他成功跑出去 送回来时身上都是青的 被扔在院门口 像是被人打过 我十八岁那一年 母亲来看过我 应该就是那一次 他是怎么出车祸的 车祸那天 他不是自己出去的 而是有个男人 还把他接走的 自从那天之后 所有照顾过他的 父公和医生 也包括我都得到了一大笔钱 让我们离开江海 是谁带走了他 是谁给你们钱 是谁害了我妈妈 他们一共三个人 你不要激动明明 二哥 感谢你的建议 平复冷是医疗的事情 为了报答你 从明天开始 你可以好好在家 养养你的腿伤了 你放心 除了你那一点点 股东分红以外 作为兄弟 我会给你点零花钱 我仗义吧 啊 对了 我顺便 还可以帮你养活嫂子 我奉劝你一句 做人不要太自信 玉玉 我们走 冷室的股东大会 你也配参与 等你先嫁给三弟 再来关冷室的事吧 玉玉我们走 夏萱 明天之后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结婚了 看你表现 冷室集团自从经历 上次我二哥 使用劣质原材料 一次充好之后 股票大跌 幸好有我在 此事才能摆平 好 二哥 要不是你力欲熏心 冷室集团的损失 也不会这么惨终 要不是我 及时疏通媒体 亲自上门 抚平伤者情绪 恐怕现在 你已经坐牢了吧 还是三少 做事稳妥 大家不妨看一下 这段视频 看看究竟是谁救的 不管你是谁 没有出来负责的 通通去死 我是冷之强 我可以负责 到底是谁该去坐牢 冷室医疗 一直是你名下管理的 所以 吊包 自然也是你收拳 你敢不敢去牢里 跟你的替罪羊 当面的之下 这事已经不重要 大家不要忘了 是谁通过高家村 那块地 让大家赚得冷满 过满 对 在此我们感谢冷总裁 在此我们感谢冷总裁 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一位 真正能够带领冷室 走向辉煌的掌舵人 接下来 为冷二少三少 投票 结果很明显 冷家轩十九票 冷知行三票 那 恭喜冷家轩 当选冷市集团 冷市长 等等 爷爷是公司最大的股东 他还没有投 爷爷虽然不能行使他的股东 但是作为他亲自认命的 我有权利 行使 这一票 我要投给 回家再跟你反照 爷爷 现在我宣布 冷家轩不再担任冷市总经理 紧急以后 不准在插手冷市旗下任何差 可能接班人士 执行 由他 兼职局长 领先任财 爷爷 我会替你守护好老师 我知道您一直想让我们兄弟和睦 可是 三弟他为了得到老师 根本就是丧心病狂 偷还原材料危害他人性命 我怀疑我的父母 还有您的摔倒都是他害的 如果证据缺凿 希望您能原谅我 爷爷 您醒了 只行 爷爷暂时没事 就是 动不了 我也没办法 到现场去支持你 我们 还不能打草惊蛇 放心大胆地去做吧 不要有所顾忌 三弟 承让了 黄院长 怎么样 认出来了没 那天到底是谁带走了高晓兰 有一个就是跟二少征董事长的那个 是他给了我 走 黄院长 我带你从后门离开 喵喵 喵喵 真是辛苦你了 多亏了你每天来替我针灸理疗 不然我这把老骨头 哪能好得这么快呀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只行啊 你找了一个好媳妇 现在爷爷没有别的想法了 就希望你们早点生个大胖小子 那爷爷就心满意足了 爷爷 小萱 怎么样了 完了 都完了 冷冻师长 您醒了呀 是 是他 多亏了淼淼 你养了个好女儿啊 淼淼年龄还小 以后还麻烦之行多多照顾了 淼淼是我的妻子 我自然会照顾好她的 是她当年把高晓兰带走的 畜生 你自首去吧 金西啊 如果当年不是因为你外公的地位 你以为你爸爸会娶我 会对我们母女好 冷冻师长 喂 老大 果然不出所料 淼淼 和我假干穆斯林调查的结果一样 是两家宣和你爸爸设计了六年前的车祸 这行 我知道你就是莫斯林 我只有你了 你怎么样了 你怎么来了 我 以后我保护你 爸我不管 我要把夏淼淼换回来 他凭什么站着我的位置 冷知行要取的是我 结果在一书上写的也是我的名字 正安 锦西才是冷市真正的董事长夫人 你去跟冷知行说说 把夏淼淼换回来 当初要淼淼淼替价的也是你们 难道没有你的份吗 不是你也觉得冷家璇可以当冷市真正的董事长吗 谁知道他那么没用 妈 是你一直教到我一定要像外公那样 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才能让我们一直活得很好 是你说的 你要帮帮我 我才是真正的冷市董事长夫人 妈妈知道 妈妈一定让你当上冷市的董事长夫人 你先去休息 我来劝劝你爸爸 我一定会成为冷市真正的主人 跟我走 你干嘛 你说过你爱我 我在海外还有很多钱 走 我们结婚去 放手 你都被改成老师了 我为什么还要嫁给你 世晴 对不起 我喝的有点多 过来 他刚刚爬上董事长的位子 你就迫不及待速上门了 我要做冷市董事长夫人 你能给吗 你 世晴 华别人跟着 让他跟 夏苗苗 凭什么 我今天去菜园摘了菜 等会你尝一下 夫人这是越来越能干了 冷市董事长夫人之位 只能是我的 心已碎 接受背叛 当失望到极点 疼就感觉不到 你说他们都看上他什么了 那个冷知行是眼下 我们锦西那么优秀 心疼锦西 看上这样的妹妹 脚踩起条船 帮帮可怜的紧细 原来他就是这样生回的 真看不出来 太 familia edaan 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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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c 消毒 啊 你有病吧 你們都給我看好了 這才是我做的 算了算了 原本晚上給你一點面子 看來姐姐你並不喜歡這 哎 冷視集團董事長竟然公開秀恩啊 我的天啊 長得好帥啊 不是說到腿瘸了嗎 難道是治好了嗎 原來都是像姐姐一個人在搞鬼 夏總 你真是太牛了 我們都好佩服你啊 快去工作吧 這公關部交到你手上就是這樣為非作戴的啊 丟人謝意 丟滾出家事 丟人謝意 你眼裡只有你的面子 我才是你的女兒 夏妹妹她不過就是個養女 丟滾出去 你遇到我 下來 我 說 在我的管ạn 好 我就毕竟 要不然的話 我手上的證據 很快就會傳到冷知識 很像你沒有手上 冷家具 你不要逼人太甚 你弄得肥 我手三下 三 二 哪裡見 地址你幫我去 好 下面交代務必斬草除根 我走好 人一出現 立刻動手 好你個下者男 敢派人殺我 你不仁 就別怪我不義了 小喵喵 我一定會拿回我的一切 沒有我的日子是不是不好過呀 放開我 好歹多年勤奮 你沒得選擇 不和我聯手 別說冷是董事長夫人的位置 就連下屎的半點 你什麼意思啊 因為我知道一個秘密 一個誰也不知道的秘密 哈哈 直播呢 小喵喵 喵喵 喵喵 知行 你們來了呀 莫總你邀請了嗎 她今天沒空 小喵喵 跟你媽一樣不要臉 只會想別人老公 我才是冷知心要娶的女人 閉嘴 胡說八道 趕緊把她帶走 你怎麼可以打我女兒 你果然護著這個野 你罵誰野種 野種 野種 夏正男的野種 罵的就是你 哎呀 你走 怎麼 不改成了 她就是你和高小蘭的親生女兒 所以你才認真心 是不是 她說的是不是真的 是 還是不是 不是真的 夏正男 可是你的親妹妹 夏正男的私生女 絕對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要不然你以為夏淼淼的母親 為什麼會死 那是六年前 夏正男為了保住自己的名譽和財產 才與我聯手製造了車禍案 殺人滅口 所以夏淨熙 你注定連夏事也得不到 好此為之 這不可能 夏淼淼 夏正男 你們給我說清楚 淼淼 你聽我解釋 這個事情 比較 真是一出好戲啊 夏正男 虛不虛偽啊 為了你自己的名上 連自己的親生女兒都不敢相認 你 還要搞什麼慈善晚宴 可笑嗎 你 你是誰 你 怎麼 想起來了 你不是死了嗎 你怎麼還活著 害怕了 你可真像你媽媽了 你見過她 六年前 她給了我很大一筆錢 讓我把車子的刹車便弄壞 再把你媽弄上車 接下來 砰 兩輛車 死的死傷的傷 她夏正男 就是幕後黑手 你別信她 她神經病啊 可是你過河拆橋 竟然 找人殺我滅口 把我的房子 化成灰燼 我的妻兒 當身火海 我 變成了這個鬼樣子 夏正男 你該死 這行 你沒事吧 我們一命還一命 我現在就去警局自首 爸 正男 快叫中火車 快叫中火車 爸 爸 廖廖 你看 你好 要我去 你要我去 我怕你不去见一见 会后悔 苗苗 我对不起你妈妈 对不起你 这里没有人 你不必再惺惺座台 任志将死 奇云野山 我不求你原谅我 只求你啊 救救夏时 救救金西 救救夏时 救救金西 他为了冷知性 多快疯了 是我做错了 是我们从小 太教官他了 才让他 如此任性妄为 你要怪 就怪我 到现在 你眼里还是只有 救救金西和夏时 那我呢 爸爸知道 你独立能干 那个冷知性 他爱你 胜过爱他自己 爸爸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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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戏 夏时 基金会 这些年的钱啊 都在保险柜里 这是其中一把钥匙 我特意让人送来的 才不给你 我怕没有机会了 你说好 还有一把钥匙啊 在冷家宣那里 你务必要找回来 拿着这些钱 去帮助那些 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你们啊 以后要好好的 替我向智希 道个歉 能再喊回声爸爸吗 爸 爸 爸 老大 夏警夕要见莫斯年 终于要来了 莫总 我们开门见山吧 我知道你喜欢夏淼淼 我可以帮你 因为我要冷知行 我觉得 我比冷知行更强 你这张脸啊 可惜了 你要知道 冷知行的腿 并没有去 只有我才配做他的妇女 夏娇姐未免太多 说过 你先请脱走 明天去这个地方 我会把他送到你的床上来 合作愉快 淼淼 淼淼 这么晚了还在忙啊 我答应了爸爸要救夏世 爸走了 以后夏世就靠你了 这是我熬的鸡汤 快尝尝 嗯 真行 多喝一点 好 好喝 这么晚了 还这么累 那我就先走了 你也要多注意休息 好 夏淼淼 姐姐对你够人之一净 今晚就跟莫斯年 好好快回去吧 你醒了 你怎么在这儿 不要紧张吗 你不要过来 不是很快 不要过来 你放开我 你不要过来 你放开我 好了 今天晚上好好困惑吧 夏景熙说要见你 你见 二少说不见 把这个给他 他会见我的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见我 是可杀不可辱 堂堂冷逝的总裁 怎能忍受奇耻大辱 他们在哪儿 快说 我们带你合作 如何 叔 我可以帮你报仇 否则凭老师 事都不够敌好的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手上有我爸保险贵的钥匙 里面是他这些年来 在基金会的所有的钱 我还可以帮你找到冷家萱 拿回另外一把钥匙 还有 还能拿到你想要的 他们当年设计你父母的证据 如何 说说你的条件 我要和你结婚 成为真正的冷逝董事长 智行 我是爱你的 如果拿到基金会的钱 我们就可以一起双宿双飞 夏淼淼已经背叛你了 只有我才配得上你 好 我答应你 那今晚 我照顾你 智行啊 我今天不方便 我的腿受伤了 要不你帮我按腿吧 嗯 好 谢谢 哎 你的腿受伤了吗 照顾你是应该的 陈叔 帮警戏准备个房间 这阵子他要住在这里 好的 智行 你听我解释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我是被人下来药 才会做错事的 走 智行 智行 这张照片我可以发出去吗 你喜欢就好 冷军行 你混蛋 智行 你就这样对淼淼的 你怎么样了 男人本性嘛 你知道的 再说 你也看到了 姐姐可比妹妹温柔有情趣多了 夏淼淼 成天哭哭啼啼 再说 婚约书上 本来就是我和景希的 冷军行 你可别后悔 智行 你没事吧 智行 你刚刚说的是不是真的 你真的觉得婚约书上是我的名字 想觉得是我 嗯 那我们准备婚礼好不好 我等了那么久 我真的不想再等下去了 好 都听你的 冷室集团冷知行 与夏室集团千金下 李希小姐 不日即将完婚 休想 妹妹 这是我的喜帖 你一定要来哦 滚 滚 下室有什么了不起的 小静希 你就这么迫不及 想躺在冷醉 神圣子底下吗 啊 静希 在我们结婚之前 一定要把冷家宣找出来 否则我们的婚礼 和以后的生活 一定会永无你日 那我们该怎么办 冷家宣知道我们结婚 一定会来找你的 到时候你只要拿到 他手上的钥匙和证券 就再也不用害怕摩斯年了 为了我们以后的生活 只能辛苦你 那你一定要保护好我 想什么 没有 人家只是想你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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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西 你可以的 夏锦西 竟敢耍我 志行 我回来了 这是证据和钥匙 我们现在就出国把钱拿出来 我已经报警了 夏锦西 我们的游戏该结束了 你什么意思啊 我是不会和你结婚的 我说过 我会和我的妻子 侄子之生 与子邪了 冷知习你是不是男人 哪怕他天天和莫斯年日日 偷情你也和他在一起 姐姐 忘了告诉你 冷知习也是莫斯年 骗子 你们都在骗我 洛天 把莫斯年的面具拿来 这不过都是一场戏 这不是真的 我不信 我不信 原来这一切都是个笑话 笑话 淼淼 淼淼 其实这件事情 我本不想让你缠我进来 下市基金会的大笔基金 和冷家宣传一道境外的钱 不能让它流失 我必须追回来 可是我不想让你担心 委屈你了 你呀 不应该选医 应该去学表演 彼此彼此 哎 哎 哎 嗯 嗯 晶熙 你怎么疯了呢 我带你去看医生 嗯 都是我的错 是妈妈错了 爸爸不该让你一味的去争夺 境界和地位 是我错了 你怎么变成这样子了呢 爸爸 妈妈都是爸爸 宝贝 不要过去 不要过去了 小总不好了 有人写代炸药 闯进了地下车库 说 说什么 说什么 所有建议会冷而烧 赶快出散所有人员 快点去 冷家轩 你要干什么 陈叔 备车 快 二少 你不能去 冷家轩是冲着我来的 我不能让所有人和我一起披荡 走 放开 放开 抓住了你 就等于抓住了你 这行 进去 三弟 不要过来 这里有炸弹 三弟 你冷静点 你这样让爷爷走吧 不要跟我提他 都是因为他偏心 要不是因为他 我早就是冷时集团董事长了 都是你们逼我的 你们逼我的 四孙 我们两个的事情 我们两个解决就行 千万不要祸害无辜 你不是喜欢装裙子吗 来人 给我打 把他的腿给我打 去 四孙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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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事 蓝芝西 你让我失去了所有 公司 女人 看看我 我现在像一条丧家犬一样 既然你不想让我好过 那咱们就都别好过 要死 就一起死 不要 你不要 别让你进来 滚出去 他就是 蓝芝行 以后你就是我的夫人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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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能归于你吧 夫人 不早了 吃点东西吧 这鞋呢 二少可能 永远都回不来了 真行 真行 我要去找他 淼淼 你怀之运不要乱动 你说什么 你自己把家卖 没关系 Luck 那还有 你哎呀 你来啦 老大 本来 你来啦 那天还寻找你 这副 你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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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真香 你终于回来了 爷爷 孩子 还有我都很好 夏季熄悟了躲避法律制裁装缝 也被揭穿了 真香 你回来的真好 可知情 廉萝 红萝